各位小伙伴们,我是Peter 今天给大家吐槽的是一部《你不告诉我是恐怖片》 我还以为是美国版《尸姑》的电影《鬼债》 还有这边点男主来托不小 可是曾经的影帝如今的烂片之王 尼古拉斯赵四 哦不,是尼古拉斯凯奇 我都一包辣条 这部电影肯定还是烂片 电影一开始是男主错过了跟儿子去万圣节玩的约定 就作死带儿子去单刷副本《万圣节嘉年华》 那雪糕的时候儿子问男主 我们可以还债给鬼吗 男主还在差异这是什么鬼问题的时候 雪糕店老板问男主买什么 男主阴差阳错的接了句好 然后儿子就失踪了 此时男主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呀 接着就是找小孩的老狗 到处找人,认错人,报警,跟女主吵架 其实作为一个看电影的人 我很想跟女主说这真的不怪男主 明明就在身边还牵着手的 而且为了不放手 买冰激凌都不要找人钱 换你带,你也丢啊 还有明明大街上有个这么显眼的接控 警察根本不调查就得出结论 找不到 但我们会继续寻找的就没了 妈个鸡 果然店中的警察都是毫无卵用的 接着男主一个人在家梦见儿子托梦 男主就小心翼翼的到窗外一看 你妈,吓死别了呀 我跟你说你这个鬼要小心点 搞得男主脾气来了 分分钟变成恶灵骑士烧了你 不过我也是没想到 儿子托梦给老爸居然是吓唬老爸的 男主下醒后 时间条就莫名的强行往后拖了快一年 还差三天又是外甥街 而男主跟女主已经分居了 每天都在贴小传单 所以我才觉得像美国版的师姑啊 某天天传单时发现儿子在一辆公车上 就赶紧去追公车 追上后却什么都没有 下车男主来到一个废弃的厂房 发现墙上的秃鸦是还债给鬼 瞬间想起儿子丢失钱 问了这样一句话 就赶紧进去遇到一个隐世的瞎子 接着突然传来一串女鬼哭泣 男主问那是什么 瞎子告诉男主 这个东西在外甥节前出现 就莫名其妙的把男主赶走了 接着男主告诉女主 儿子有可能被鬼抓了 显然女主是不信的 不过晚上女主发现儿子的滑板车在临头飘移 就相信了男主 两人也是和好了 之后男主在房里准备烛光晚餐 女主在洗澡 结果房间里出现了一大堆鬼熊孩子 把男主吓到了 尼玛男女主好不容易复合 说不定今晚就能来一发 这群熊孩子真是会调时间啊 第二天女主请来灵媒 要是再不请进度调快完了 不过这个灵媒呢 气场落爆了 大方不够 非常轻易的就勾带了 警察来了后不相信有鬼 并下令男主不能随意离开小镇 晚上女主一个人坐在床边 男主慢慢走过去 本来可能应该是会有激情心 可女主一转头 我擦 女主竟然被儿子上身了 一直叫爸爸快来救我 还用剪刀自残 之后女主就晕了 没想到是儿子上了妈妈老婆叫老公爸爸 这关系真乱啊 清洗好伤口后 女主发现手上被刻了一个符号 通过调查发现 这个符号是凯尔特女神的标志 三百多年前因为流感爆发 村民怀疑是他下的诅咒 在万圣节放火 烧了他和三个孩子 此前女神用毕生功力下了个诅咒 以后的每一年万圣节 都会回来带走三个孩子 据理事件 只有在小孩被带走的一年后的万圣节 当天才能够把小孩带回来 不然就真的死了 而理事件的入口 就在女鬼哭泣的地方 男主立马想到 之前见过的那个瞎子 找到瞎子帮男主打开通往理事件的大门 男主获得终极任务 在理事件拯救儿子 进去后 男主非常顺利的找到一座房子 在里面发现无数被选招的小孩 轻而易举的就找到自己的儿子 还带着儿子另外的两个小伙伴一起返回 没想到儿子在这边都已经开后宫了 Sgoi 就在我一直纳闷 为什么这么顺利的情况下 女巫终于在桥上出现 这是要中午大乱斗啊 虽然男主是恶灵骑士附体 但这部戏并没有变身 所以被打得狠狠 根本没啥还手 估计男主内心在想 要是老子摩托车在的话 老子有一百种方法 弄死你这个女鬼 眼见青天快死了 儿子使出终极奥义 正义的后宫 让那群已经回不去现实世界的后宫军团 帮助男主 在亡灵大军的帮助下 女巫就被带走了 果然打败鬼魂是要靠正义的 啊呸 俗套的故事 老子不能再老的吓人梗 恐怖全靠音效 并没有什么卵用的警察之线 这电影完全可以改名为 警察有卵用 爪娃奇缘 正能量驱魔等系列 还有整部电影前戏太长 高潮太短 编剧你确定 这不是在侮辱鬼的智商吗